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0月6號 今天我們來示範施肥 我旁邊都是虎頭藍 我要示範虎頭藍如何施肥 因為我的虎頭藍 我是用木屑種的 然後盆栽夠大 因為它很大顆 然後又用木屑種了 所以你的施肥的量 大概可以稍微多一點 我們以這一盆虎頭藍為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施的量就大概我手上這個量就夠了 這一盆就大概這樣子 你手抓一些 我手上這個是長效型的顆粒肥 是大概在100天的 你不要用急性肥 你用那種緩效肥 100天以上的緩效肥 那為什麼我要選擇10月開始施呢 因為我現在已經看到它開始抽花芽了 這一盆就開始抽花芽 那這個虎頭藍呢 它大概是在明年的大概1、2月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抽花芽 你就可以施肥 那到了有些長得比較快 可能12月就會開 所以你現在施肥 因為我們放的是長效肥 大概可以維持3個月 所以大概也可以撐到明年的1、2月 那你現在用下去撐到明年1、2月 它剛好就是順利開花 長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呢 我們施肥呢 這樣一整盆呢 就這樣子 那我們用手抓一些 丟上去就可以了 也不用丟的太多 那 這樣子施肥呢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不太會有問題 那如果其他蘭花呢 你如果 舉個例子好了 你如果是用 一些 氣泡石或者是一些石頭 種的話呢 因為中間有縫 那這種顆粒肥 你如果直接接觸到氣根 那氣根可能會受傷 所以你使用顆粒肥呢 在一些 看你是用什麼情況下 像我用木屑 因為木屑 它把 這個氣根蓋住了 不會直接碰到氣根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像這一種 大型的蘭花呢 比一般的 我講說跟蝴蝶藍啊 或是石壺藍啊 加著獵藍比 比較大型的蘭花呢 因為它氣根生長很旺盛 它可以長到這下面都是 所以呢 你如果就算表面的 微微的氣根受傷呢 不會影響它整個健康狀況 因為它底下 它道裡面都是氣根 那你有看過我拍影片 曾經拿起來給大家看的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說 氣根都在你底下喔 所以你這種 撕肥的方式呢 你不用太擔心說 會造成 這個 蘭花呢 受傷 那你也不需要放太多的肥料 像我這樣子呢 大概 抓一小把 這樣撕肥 一盆這樣抓 一小把撕肥就夠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謝謝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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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